我25岁 我在北京 四年前我拿着自己第一个项目 一年二班寻找投资人 三年前我拿着第二个项目 火锅实验室寻找投资人 两年前我拿着第三个项目 嘿 男朋友寻找投资人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拥有玻璃眼珠的人 出资300万 我开始创业 这个世界教我大喜就会大悲 所以我不敢哈哈大笑 我没有分辨真情的能力 所以我对谁都好 我害怕别人的冷脸白眼 所以我给了自己很多标签 我快餐吃标套 衣服穿军马 我叫梳子 我独一无二的普通 我要用我喜欢的方式过这一生 我的梦想 从这里开始 愿全世界温柔应对 这用心 嗯 对 都 《 worked!》 每日 然后 好吧 有 我们 不